皇帝聊天群升级版之皇帝面对面 本次主要讲述的是历史所有皇帝获得一战穿梭门 各朝皇帝都可以通过穿梭门来到阿兴的后院 所以后面的故事各位可想而知 徐福 你可知这是何物 陛下 这是仙门啊 妥妥的仙门 仙境啊 陛下 那里应该是仙山福地了 里面定然住着一位仙人 听着徐福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嬴政等人皆是震惊不已 想必应该是自己一统六国 建立了不适之功 仙人降下一座仙门 让自己寻仙问道 得长生不老之术 朱卿 如今仙人降下神迹 为之待何 陛下 臣以为应当派人探查一下 毕竟大秦刚刚统一不久 这朝政慰问 陛下还是小心为上 我来 陛下 老臣愿为陛下持歌式吗 好 那就让徐亲查探一下 看来 这仙境飞儿等凡人可入 您在外面好生守着 朕要亲临一番 陛下 您千万要小心 陛下 嬴政看到眼前的一切 顿时更加坚定此处 还是仙境吗 陛下 臣也能进来了 这里定然就是仙人居所 蒙青 你看这灯如此明亮 肯定是仙人法术 再看他阁楼如此精致 此处是仙境无疑了 陛下小心 蒙青无需担心 这应该是仙人养的仙兽 不然早已经扑过来了 来府 别叫了 两位是阁壁 横店剧组的吗 是来住店 还是吃饭啊 仙人不仅降下仙门 竟然连饭菜都准备好了吗 如此就多谢先生款待了 不爱是 隔壁的群眼经常卡着饭点来蹭饭的 你们进来吧 先生 这坐下之物是何种东西 竟然比坐垫还要舒服啊 是啊 先生 还有这些菜 一 还从未见过如此美味的菜肴 你俩没吃儿吧 哥 我这练演技呢 沙发没坐过吗 还有这只土豆 你们要是喜欢待会走的时候可以拿一点 其他的也都是我这店的特色 如此就多谢先生了 朕自统一六国 也从未吃过这等美食 这么说 你在扮演秦始皇了啊 挺霸气的一位皇帝 其实我也是他的粉丝 先生过奖了 没什么过不过奖的 就是有些可惜 要不是他晚年做法 有失偏颇 大秦也不会二世而亡 听到阿兴此话 银正蒙一两人顿时浑身一颤 一派胡言 陛下横扫六国 一统天下 驻大秦万事之机 怎么可能会二世而亡 看来我要给你们科普一下历史了 两位看这里 秦始皇晚年为了长生不老 吃太多有毒的精丹 结果死在了东旬的路上 连遗诏都没写 赵高就联合李斯一起写了假的遗诏 推举胡海登基 成为秦二世 还下令杀死了 扶苏等三十余位亲兄妹 而后又逼死了蒙田 大秦根本无人敢反抗 后来李斯觉得赵高一手遮天就弹劾赵高 结果被赵高给弄死了 最后百姓们因为摇曳太重 就直接造反了 大秦也因此二世而亡 先生 朕对赵高那般宠信 他也是一个忠诚为国之人 怎会做出那等事情来 这其中会不会有何原因 你们也没必要怀疑 郑哥横扫六国 在当时的秦朝 始皇在这天下便无一人敢反 若是郑哥不在 不说民间那些叛乱 单说朝堂 谁还能压得住赵高李斯等人 可是先生 朝上还有诸多皇室大臣 这些人又怎会眼睁睁 看着赵高二人混乱朝纲 那是因为赵高和李斯 先是对始皇帝的死 因而不报 再下令让扶苏自杀 一直遵从秦始皇旨意的扶苏 见到这一份 带着帝王印喜的旨意 你说他会如何 这该死的狗奴才 陛下对他如此厚爱 他怎么敢的 还有那李斯 陛下力排重义重用他 他又怎敢做出那等大逆不道的事 先生 那后来呢 以我大秦的根基 即使是胡海登基 也不至于二世而亡吧 说一个典故 你们就明白了 指路为马 胡海登基后 赵高在朝堂之上 告诉胡海眼前的路是一匹马 所有官员 包括胡海 无一人敢反驳 凡是对他有丝毫不满 都会被赵高下令车裂 听到这里 嬴政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身边的一个奴仆 日后会有这么大的权利 这该死的赵高 正回去就灭他全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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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